中文字幕 李宗盛 幾年前大家都覺得雙非很大劑 這個問題直到今時今日的情況如何呢 其實我覺得政府是做得差的 因為他沒有預備 這十幾年是生了差不多20萬 20萬了? 很誇張的 其實專業有時候 有錢人、藝人 都很多中國婚姻 香港政府是沒有特別優惠 所以是新來港移民的 沒有 總之是說是賴光單程正常的 其實就不關單程正事 今天是線部專欄地基第一次訪問 我們訪問施利山 和施利山討論雙非丹非的問題 談完之後大家發現 原來我們自己平時印象上 所理解的雙非丹非 是完全兩個不同的印象 第一個印象的改變就是 現在的雙非丹非 特別是丹非來說 跟二、三十年前是很不同的 過往很多是老夫、少妻 很多是香港人回內地 去娶一個女士 在香港 於是導致到 香港的單親家庭問題 團聚問題 但原來這個世界變了 現在雙方情況都有 什麼意思呢 就是香港人去內地結婚 亦有內地人在香港做事 跟香港人結婚 而那個年齡已經不是老夫、少妻 大家都是年輕人 二、三十歲 而且很多是專業人士 亦根據一些實質的數字 這班人無論申請公屋 或者拿中援 那個數字都在下跌 而反而他們去找事做 自己、賺錢、養自己 那個數字在上升 所以你看到整個印象 是真正的圖像 在今次的訪問裡 我們希望揭開 亦是事實的一頁 讓大家看到 當然他們來到香港 或者我們香港人 去到內地 兩種跨境的結婚婚姻 都會引起一些 可能社會情況的變動 比如人多了 廚有沒有影響呢 讀書有沒有影響呢 入到一個社區裡面 社區的融合有沒有影響呢 答案是有的 但有之中不是一面倒是差的 有些情況其實是 幫到我們香港的 比如說我們香港的出生率低 這班人來了之後 多了很多小朋友 比如說 香港將來的發展 如果他們的家庭背景 本身都是專業人士 本身都是中產階級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不是也豐富到 我們香港人成員的背景 而對未來的香港發展有幫助呢 當然更重要的是 事實和法律 根據基本法24條 這些都是香港人 根據一個人權 無論香港或者甚至其他自由民主的國家 他們都有權一家團聚 我相信沒有人會覺得 這兩個的基本條件 是要推法的 換句話 我們要接立在一些合憲 合法和人道的情況下 成為香港人 是我們香港人的一份子 問題就是作為特區政府 幸好是我們香港人 是否需要有政策 有一些方法去協助這班人 融入香港社會 讓我們香港人 內地來的子女 或者是他們的太太師生 都能夠很快 變成我們這個整體 而一起推動香港的發展 另外雙飛的問題 其實也可以說是 當時導致我們香港人 很大的爭議和很不滿 因為內地的人來到香港生寶寶 生了寶寶 那個寶寶就是香港人 但是爸爸媽媽就是內地人 基本上這個對佔有了 我們香港醫院的很多床位 令到香港的人父 都很難找到一個位子去生孩子 第二就是突然多了小朋友 這個一樣影響我們香港的教育問題 另外小朋友是香港人 內地沒有戶口 來到香港沒有自己的爸爸媽媽照顧 這些問題都導致我們很頭痛 但是自從現在不容許 內地的孕婦 拿到香港醫院的位置生孩子之後 其實基本上這個問題 是可以說 就算不是完全解決 也是絕大部分 這個情況已經不出現 所以可以說 以後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過往大約有20萬個雙妃的小朋友 他們都是香港人 特區政府是否要跟內地政府談好 如何甚至他們爸爸媽媽都在內地的時候 可以讓他們內地真的有一個戶口 讓他們爸爸媽媽可以接他們的子女 回到內地去成長呢 這些是留的問題來過 所以特區政府要面對和處理 今天 和施藝山的訪問 一個新的圖像出入 希望大家能夠了解 和一體是時候 我們到處理一下吧 我們到處理一下吧 我們到處理一下 找來 我們到處理一下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